消防車救護車接連趕往現場 救災人員拉起水線 全力灌救 煙會很大嗎 煙很大 大樓住戶都已疏散 但還是有11樓的一名父親 帶著自家2歲女兒 9個月大的男嬰 同時6樓也有一位18歲的女大生 大人小孩一共4人 被困在大樓內 11樓的陽台 發現一名爸爸跟兩名嬰兒 然後有輕微的嗆傷 這起火警發生在彰化市區 26號晚間9點多 中山路這棟公寓6樓 突然竄出濃煙 消防人員先救出 困在陽台的三名父子 接著再以電話聯繫受困的女大生 請她緊閉房門等待救援 她如果跑出來的話 濃煙每秒的速度是3到5公尺 那她很容易就會遭到 濃煙的嗆傷而昏倒 就地避難救了女大生一命 大樓內燒得一片焦黑 消防人員來回搜尋 終於找到受困在房內的女大學生 你為什麼會給你家嗎 你為什麼會給你家 雖然火勢在半小時內迅速被撲滅 但疏散的過程當中 18歲的女大生 2歲女童以及9個月大的男嬰 還是遭到農煙嗆傷 黑夜遭逢惡火 所幸人人都逃過火劫 記得陳夢輝彰化採訪報導 我還沒想到 這麼多 老睦 老睦